上回我们讲到了 就是买电器 要去 要去电器城叫做 Yodobashi Camera 那么这次要讲的是 如果你要买化妆品到哪里去买呢 当然去买 去免税店的话 是可以买到免税的化妆品 但是免税店有一个 它是有个数限制 还有一个就是它一般都是比较高档的化妆品 那我们要买 中档或者便宜点的化妆品要去哪里呢 那就是日本的药店 药店卖化妆品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药店基本上就像是超市跟便利店一样 满街都是 我们怎么样去找哪些店是药店呢 它门口会挂着一个这个牌子 叫药局 药局的读法是 薏局 薏局 这个是压 后面有一个小痴 压到后面有一个小痴 这个痴不发音的 它是表示要在这里停顿一下 只要见到一个小痴就是要停顿一下 然后这个局就是 Ki跟小悠在一起 Kyo 然后这是Ku Kyoku 那么在日本最大的一家 它就是Matsumoto Kyoshi 它是根据在各个地方 它是根据那个店面的大小 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首先特别小的一个 像一个特别小的一个 在一个商城里面一个小小的专柜的话 它可能是只有卖药的 但是一般像中型的 它里面都会像 卖一些化妆品呀 或者是纸尿片呀 还有卫生纸 餐巾纸这些东西 那么更大的 最大的Matsumoto Kyoshi呢 它基本上就相当于做大超市 像一些食品呀 然后像大米 就除了那些生鲜的食品之外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连文具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在那里面找到 而且价钱是比较便宜的 那么好 我们要买化妆品的话 化妆品怎么说呢 就是Keshohin 写出来就是这样的汉字 应该比较好记 读法是Keshohin 好的 然后呢 下来就是买纸尿布了 那么一般是在中型以上的店 它里面是会有卖纸尿布的 纸尿布要怎么说呢 Omutsu Omutsu 它是用 嗯 片价名写出来的 读音是Omutsu 好的 在这个店里面买东西要注意的是 它基本上反点是只有1%的 所以做它这个 如果是在短时间之内停留的话 基本上还是做它这个卡没什么意思的 去办它那个优惠卡是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它反点只有1% 但是要注意它的小票 有时候它你上旬去买它的东西的时候 它的小票里边就会给你一个打10%到15%的一个折的 就是印在小票上买你的一个优惠券 那么如果你在能够待到中旬或者下旬的话 它会限制一个时间短的中旬或者下旬 就可以让你去拿着那个小票 去第二次购物的时候 享受10%到15%的一个优惠 这个是挺滑的来的 但是如果是短时间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 它这个虽然是说有优惠 优惠的幅度是很大 但是它是有限制的 像一些 像一些那个 像一些烟酒之类的 有时候它也会限制化妆品 所以你要看它的小票上面 有哪些东西是不能用的 这个心里边要有一个准备 并不是说第二次去买的话 不论你买什么东西都是可以打10%到15%的折的 这个最终还是要以小票它上面印的内容为准 好的 如果在那个店里边呢 我们要问你这儿有没有卖纸尿布的呢 好比说要问它有没有卖纸尿布的 要用这句话 オムツアリマスカ オム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纸尿布 アリマス アリマス就是有 在我们在之前说了一个 有没有中国店员的时候 当时说的是います 那么这个アリマス呢 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问它有没有的时候 用アリマスカ来提问 而当时人有生命的对象 来问它有没有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 不要搞错了 不要说问人的时候 你这儿有没有中国店员 问アリマス 这个就是大错特错 然后 オムツアリマスカ 就是问有没有 纸尿布 好的 下来我们上节课讲了 アイウエオ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 カキクケコ 那么为了加强印象呢 我给每一个 每一个假名呢 直接就举一个单字的例子来看一下 这些假名它都是从 就是它是骗假名 它这回写的五个 它都是从英语里边引进的 跟英语的读音非常相似 所以呢 我把它的英语也写出来 方便大家记忆 首先是这个卡 那么卡我要举的例子是 美国 美国用英语讲是American 对吗 在日语的话 就要把它读的生硬一点 America 这个阿是我们上回学过那个 阿姨乌エオ的阿 然后卡就是这回学的这个卡 美根丽呢 在以后的课程中会讲到 这次我们先提一下 那么它的读音就是 America 好的 下一个是 キ 那么キ呢 很简单 就是钥匙 钥匙它叫キ 对吧 在日语里边经常讲的一个 讲法叫 但是 就是方便说 你说 Ki的话 日本人也都会懂是什么意思 这个比较好记 记这个Ki 比较好 那么 后面它会有 画了一条横线 这个横线 它是不发音的 它表示这个Ki 要拉长一点 Ki Ki 好 下一个是 Ku Ku我们要举的例子 就是一个小甜饼 Kuki Kuki 那么Kuki的读音呢 它是跟英语的读音 几乎是一样的 Kuki 就可以了 Kuki 好 Ku的后边 它后面会有一个 片甲名的小 呲 那么刚刚我们讲这个 YAKUKU的时候 这个YAKUKU 后面有一个小呲 它就是不发音的 而表示要停顿 一拍 那么片甲名也是一样 它有这个小呲 不发音 而是要停顿一拍 Kuki 然后这个 这一横也是说 Ki要延长 Kuki 好的 下来一个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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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i Kuki Kon 的K 那么 K我要举的例子 是蛋糕 蛋糕是 Kake 对吗 Kake 但是日语的发音 稍微会有些不一样 它的那个 Kake K 发不出来 它会发成 K K K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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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最后 Ko呢 Ko可能 我们去喝咖啡啊 去店里面点东西的时候 还有在飞机上点东西的时候 点喝的时候 用的比较多 就是咖啡 咖啡英语是 Kofe Kofe 对吗 那么在日语里面 稍微读的会比较有点难读 Kohe Kohe 这个你要读不对的话 可能店员根本就听不出来 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不要读成Kofe 而是一定要读成Kohe 虽然作为英语来说 这个读音是错的 但是为了让日本人听懂 一定要读成Kohe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Kake Kake Ko 它的笔顺 Ka 我们以前在讲过 那个平假名的 Kake Kokeko 它是有一点 上面有一点的 这是它跟片假名之间的区别 这个应该比较好记 下来Ki呢 是这样写 对好 那个平假名 Kake Kokeko的Ki呢 它实际上 底下再加一个这个就好了 对这个Ki 片假名的Ki 就相当于平假名的上半部分 那么下来Ko的写法呢 是这样 K稍微跟Ko有一点像 这一横拉长一点 就是K了 下来Ko 我刚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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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我刚才看了